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九十四集 玉米地半厚赏就种完了 种完就回家 不必向生产队 只要不磨到天黑 就收不了工 邵平父子俩回家后 离吃晚饭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于是他们又收拾了一下 赶到后村头 烧砖窑那里 给邵安两口子帮忙 孙邵安夫妇正忙得不可开交 第三窑砖正烧到紧要关头 邵安既要加探漏灰 还要雕控 抢着打下一窑的土坯 还不到热天 他就光穿了件小布罐 脸熏得如同戏里的包拱 袖帘头上拢着的毛巾 也像烟囱里拉出来的 他正拿铁鲜活泥 邵平和父亲一到 四个人上手 活路很快就松宽了 父亲接替邵安烧火 让邵安集中打土坯 邵平活泥 让嫂子去溜土 这是一个多么和谐 而富有生气的劳动集体 瞧 已出的两窑青砖 约莫一万多块 齐齐整整码在土肠边上 像两堵蓝色的长墙 双水村的人 面对孙家的这派兴旺景象 谁不掩红 哎呀 不得了啊 孙邵安这小子 竟然办起了工厂 天黑以后 邵安让家里人回去吃饭 他自己的饭 照例由秀莲吃完后 送到土肠上来 他要照看炉火 不能离开 等父亲嫂子先后走了以后 邵平却磨蹭着 没有急忙回家 他一边帮哥哥添叹 一边吞吞吐吐 对哥哥说出了他的心事 邵安惊讶的都有点反应不过来了 他生气的对弟弟说 你胡想啥来 家里现在这么忙 人手缺得要命 你怎么能跑到外面逛去呢 这个逛字刺伤了邵平的心 他也有点生硬的对哥哥说 我不是去逛 我是要出去干点事 干什么事 无非是去懒工 你又不是匠人 当个小工一天挣一两块钱 连自己的嘴都糊不住 你何必要去受这罪呢 你在家里 咱们父子三人 加上你嫂 一边种地 一边经营咱的烧砖窑 这不好好的吗 我已经二十几的人了 我自己也可以干点什么事 邵安一时不能理解 弟弟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现在没事可干吗 但邵安猛然感到 弟弟已经成大人了 他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 在他面前以老大自居了 是啊 弟弟大了 本来他应该为此而高兴 可是此刻 心里却有一丝说不出的伤感 邵安早已看出来 弟弟是一个和他想法不太一样的人 现在邵安已经明白 尽管他不情愿弟弟出走 但看来已经很难劝阻他了 兄弟俩 哥就在土长边上沉默了一会儿 一人嘴里擒着根 汗烟棒 使劲地抽着 天已经黑颜 远处村子里 亮起了模糊的灯光 在金家湾那边 不知谁家婆姨 正拖长声音 呼叫孩子回家睡觉 东拉河水声朗朗 吟唱着那支永不疲倦的歌 孙少安已不再和弟弟争辩 他伤感地对邵平说 那你看着办吧 你已经成了大人 我 他感到语色 竟不知说什么了 这时候 孙少平的心情也沉重起来 他对哥哥说 我走了 你和爸爸的负担 就更重了 少安轻轻叹了一口气 既然你一心要出去 也就不要牵挂家里 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 无依无靠 倒要好好操心来 家里的事你放心 有我来 黑暗中 两团泪水 涌满了少平的双眼 几天以后 少平就决定走黄园了 母亲流着泪 为少平把那点破被褥 拆洗了一遍 少安从手头挤出五十元钱 硬往弟弟手里塞 少平只接了十五元 少平知道 家里现在需要钱 他不愿拿这么多 再说 既然他要出门 就得靠自己的双手去谋生了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 少平打捆好了自己的行李 一条开洞的黑羊毛毡 被褥是早年间 姐姐出嫁后留下的 已经坠了许多补丁 三根断麻绳续在一起 便扎住了这出门的全部行囊 晚上 少平何以躺在土炕上 一直半睡半醒 明天他就要走了 走向一个前途未捕的世界 他现在才感到了一片 令人心悸的渺茫 由不得手心里捏出两把汗水 睡梦中 少平感觉有人轻轻地 磨缩他的头发 他知道这是父亲的手 少平一直等汹涌的泪水 通过鼻泪管流进肚子里 才睁开眼睛 父亲立在炕边 手里拿着当年少平上学时 用过的那个烂黄蹄包 说 我出去叫田海民 把坏了的拉链修好了 海民说 以后用的时候 拿肥皂擦一擦 少平克制着哽咽 对父亲说 嗯 第二天早晨 从米家镇开往黄园的 第一辆长途汽车过来后 挤在公路边上 为少平送行的全家人 都举起胳膊拦挡车 车一停住 少平就立刻提起 那卷破烂行李挤了上去 他尽量笑着 挥手向亲人们告别 而并不知道 两颗泪珠 早已从他的脸颊上 滑落下来 黄园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 据清嘉庆七年版黄园府记称 其历史可追溯至周 古时为白嫡族所居住 周以后 历代曾分别在这里设郡 周 府 既是屯兵御敌之重镇 又是黄土高原 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现在作为地区首府 管辖着黄园市 和周围十五个县 其版图如地位书记苗凯所说 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 该城坐落在一个大川道里 四周被连绵的群山包围 黄园河由北向南川城而过 于几百里外驻入黄河 市区在黄园河上建有二桥 连接东西两岸 市中心的桥建于五十年代 称为老桥 桥面相当狭窄 勉强可以兑行两辆汽车 上游还有一座新桥 是前两年才修起的 桥面虽然宽阔 但已在城市外围 车辆和行人不像老桥这样拥挤 城南另有一条小河向北流来 在老桥附近和黄园河交汇 小河叫小南河 在小南河与黄园河汇流处外侧 有一座小山包 长满了秘密的树木草丛 而在半山腰一方平土台上 瞩目的立有一座九级古塔 据记载 塔始建于唐朝 明代时进行过一次大修整 此山便得名古塔山 古塔山是黄园河的天然公园 也是这个城市的标志 无论你从哪个方向到黄园河 首先进入视野的就是这座塔 如果站在古塔山上 偌大一个黄园河 也便一览无余了 黄园河以老桥为中心 形成了几个主要的区域 大桥以东统称东关 因为汽车站在这里 这是通往外界的主要口岸 各种杂七杂八的市场摊点 和针对外地人的服务性行业 也就特别多 而进入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外地人 实际上都是来揽工谋生的农村手艺人 或纯粹的庄稼汉 因此那些旅馆饭馆都是档次很低的 东关大桥头 也是传统的出卖劳动力的市场 平时经常像集市一般 拥满了北方各地慢流下来的匠人和小工 等待包工头们来招工 城市的主要部分在黄源河西岸 东关的街道通过老桥延伸过来 一直到西面的麻雀山下 和那条南北主街道交叉成钉字形 西岸的这条南北大街 才是黄源城的主动脉血管 大街全长约五华里 南北街道的中段和东关伸过来的东西大街 组成了本城的商业中心 也是全城最繁华的地带 南大街沿小南河伸展开来 大都是党政部门 北段为宾馆、军分区和学校的集中地 除过市中心的商业区 人们分别把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 称为东关、南关、北关 南关主要是干部们的天地 因此比较清静 北关是整洁的 满眼都是穿军装和学生装的青少年 东关却是一个杂乱的世界 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们 当孙少平背着自己的那点破烂行李 从拥挤的汽车站走到街道上的时候 他便置身于这座群山包围的城市了 他恍惚地立在汽车站外面 愕然地看着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 他虽然上高中时 曾因参加故事调讲会 到这里来过一次 但此刻呈现在眼前的一切 对他来说仍然是陌生的 一刹那间 少平被庞大的城市震慑住了 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这就是我要开始生活的地方吗 他在心里对自己发出了疑问 你身上带着十几块钱 背着一点烂被褥 赤手空拳来到这里 你怎样才能生活下去呢 这一切 少平自己全然不知道 他此刻唯一意识到的是 他已经来到了一个新大陆 至于到这里怎么办 他一时的确还难以想象 孙少平发了一会儿愣证 便迈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去 到东关大桥头的时候 他看见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 挤满了许多衣衫不整 或穿戴破烂的人 他们身边都放着一卷 像他一样可怜的行李 有的行李上还别着锤 签 抱 赞 方齿 曲齿 墨斗 和破篮球改成的工具包 这些人有的心慌意乱地走来走去 有的麻木不仁地坐着 有的听天由命地 干脆枕着行李睡在人行道上 少平马上知道 这就是他的世界 他将像这些人一样 要在这里等待人来买他的力气 少平便自然地加入了 这个杂乱的阵营 找了一块空地方把行李搁下 周围没有人注意 他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中来 和这些同行比起来 少平除过皮肤还不算粗糙外 穿戴和行李没有什么异样的 不过 少平发现 他和他周围的所有人 也并不被街上行走的其他人所注意 由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那条长河 虽然就在他们身边流动 但实际上却是另外一个天地 街上走动的干部和市民们 没什么人认真地看一眼 这些流落街头的外乡人 少平原来还担心碰见小霞或金波 现在他才知道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这不像元西县和石鸽节 熟人低头不见抬头见 再说 他们也不会想到少平来黄原 少平不熟练地卷起一根汗烟棒 靠着自己的铺盖卷抽起来 此时已经是下午 黄原河被吸血的太阳照耀的一片金光灿烂 河西大片的楼房 已经沉浸在麻雀山的阴影中 刚从寂静的山庄来到这里 城市千奇百怪的噪音听起来 像洪水一般喧嚣 尽管满眼都是人群 但少平感觉 自己像置身于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里 一种孤单和恐慌 使他忍不住把眼睛闭起来 现实的景象消失了 少平通过心灵的视觉 却看见了吹烟鸟鸟的霜水村 看见西洋染红的东拉河边 印饱水的黄牛 抬起头来 静静地凝视着远方的山巒 哼 少平像深吟般地 发出一声叹息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作者陆瑶 演播阳晨 张震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